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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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有科和卡洛斯的朋友 都知道卡洛斯是做很多 奏述的音樂 電子音樂的音樂器 有沒有可為 自然有 怎會有這麼多廠商生產 今天我們又變了一個角度 看看在電子音樂器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會嘗試用 Orduno 去控制一些電子音樂器 去做一些電子音樂器 希望大家都喜歡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歡 新鋒琴旗合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這部就是 香港第一部的 摺疊的 鍵盤 摺疊的琴 我們試過了 講到用Arduino來控制電子音樂器 但是 就像於卡洛斯差不多十年前 開始研發電腦管鋒琴 當時遇到一個情況 需要在學校做一部管鋒琴出來 琴鍵方面可以買延繩的回來 但是腳鍵就搞不定 於是就買了一塊Arduino回來 開始研究編程 然後還用木工技巧 自己做了一個pedal出來 每一個腳鍵都裝了彈弓 和一粒磁石 當腳鍵被塗一下 磁石就會令到下面的磁網管閉合 從而觸動Arduino的程式 然後再編程Arduino 將這個訊息 轉化為電子樂器常用的 MIDI MIDI訊息 然後再傳送去管鋒琴軟件 發出聲音 這個舉動讓卡洛斯 成功地製造了很多 部功能齊全的電子管鋒琴出來 不單在香港九龍新界聖堂裡出現 甚至在澳門 以至於兩岸三地的聖堂 都會見到卡洛斯的管鋒琴產品 以至於一時間聲名大噪 還成為了 I'm Orbit Man 回來講講怎樣用Arduino 來控制MIDI的技術 基本上通過編程 Arduino是可以變成電子樂器 好似我在這裡加了按鈕 再接駁電腦的虛擬樂器 就成為了一套電子鼓 倒轉頭 用電腦的Sequencer做MIDI輸出 亦都可以倒轉頭去控制Arduino 在這裡剪出 還得到各界好評 老師和同學 還可以和機器一起合奏 其實我很想做一套電子鼓玩一下 我所謂的電子鼓不是這一種 這一種電子鼓就是 只有一些電子鼓 發出電子的聲音 我想做的電子鼓 是一套真的鼓 而用這些電磁鐵 去敲到真鼓 令它響 但是我又想過 如果我真的做一套真鼓 這些電磁鐵 就要用很大的鼓 才能打響 想想平時的低音鼓 用多大力 大腿要多大力 我就找不到這麼大的東西 我現在想 就想用這種電子鐵 去敲響這個電子鼓 做一個實驗就算了 其實無論要DIY什麼 最重要都是要有支架 你都不想你做完的東西出來 因為散修修很容易壞 很容易壞 於是我就找了一塊木板 將一塊圖回來的電子鼓盤 放在上面 接著就在四邊轉孔 準備安裝兩條鋁型材 成為一個支架去撐起電磁鐵 我在木板的底部 插入M4螺絲 而利用了鋁型材專用的T型絲模 這種T型絲模也是一種偉大發明 因為輕輕扭少少進去 就可以先將鋁型材卡進去 接著旋轉螺絲 T型絲模就會旋轉90度 然後將東西收緊 而在鋁型材上面 我亦都用相同的方法 安裝了一塊6mm的阿加力膠片 支架的設計 就大約是這樣 之後自然將上下的螺絲都收緊 正如剛才所說 只要另入螺絲 T型絲模就會被帶動 旋轉90度 然後兩邊自然會咬住鋁型材 你搶用普通的絲模也可以 不過如果用普通絲模 就要在鋁型材的頭或尾這樣放進去 實在會麻煩很多 之後卡洛斯在透明鋁型上 對著每一個鼓盤的上方 就畫下一個記號 然後就在這個記號上面轉孔 為免轉穿膠片的時候 會同時轉爛了鋁型材 找一塊廢的木料 在中間墊著是必須的 這套電子鋪 總共有9塊鋁型材 所以快快手我轉了9個孔在上面 接著就把圖回來的12V電池鐵 穿過這些孔放在上面 去對一對位置 最重要都是試一下電池鐵被驅動的時候 究竟能不能夠觸動這個電子鋪盤 按得下去彈得上來 又打得響 即是沒有大問題 之後就要思想一下 怎樣將這些電池鐵 安裝在透明膠片上面 自然而是3D打印出馬的時候 於是我設計了一個配件 上面要留了螺絲位 去安裝電池鐵 亦都留了螺絲位 安裝在膠片上面 打印之後 配件順利套入 而且螺絲孔都對得十分之準 跟安裝部進摩達一樣 安裝金屬的配件 是應該用基瓦螺絲的 但要安裝內膠片就不同了 首先就當然一定要 刻位去轉孔 但轉了孔之後 你就可以用兩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用基瓦螺絲 但下面要用絲模固定 另一個方法 就是轉一個小小小的孔 利用一種鋼螺絲 在扭入膠片的時候 就順便幫發膠片去工芽 由於我發膠片要安裝在支架上面 就不太方便 下面加絲模 所以我就採用了第二種方法 其他的電磁鐵 都是用相同的方法 固定在膠片上面 逢親做到這類雜作 我覺得最頭痛的就是接線 因為線路 就不像線路板一樣整整齊齊的 我也是根據以往經驗 用這些接線夾頂住 但我可以告訴你 接線夾不是夾得很緊 萬一鬆了 除錯就很麻煩 由於卡洛斯做過 Arduino鋼片琴的經驗 所以我拿回相同的擴展板 插上去Arduino Mega 2560 上面 而 Mega 2560 的輸出端 又再接駁一塊 將5W轉變成12W的驅動版 再配合少許程式的修改 就已經能夠驅動了 那究竟電腦MIDI的輸出 又如何轉變成Arduino USB的輸入呢 將來有時間 卡洛斯再拍片跟大家詳細解釋 至於音符的流程方面 就從來都不是用Arduino去做的 有些朋友就採用電腦語言 逐個音符寫出來玩電腦音樂 實在會花很多時間 對於我們的音樂人來說 最簡單就是用一個Sequencer 將音符輸入 而Sequencer輸出的MIDI訊號 如何變成電磁鐵的動作 才加給Arduino去做 這樣才是電子音樂的真正玩法 其實當一個小管能夠運作到 整個Project已經接近成功了 接著剩下的就是剛才所提及的 要將一大堆線都準確地駁好的Routine工作 上次的鋼片琴 我接了32組線 好在今次只有9個鼓匹 只需要接9組 剛才我曾經提及 用接線夾還是夾得不緊 真的要接線夾得好 通常我們會寒石 然後再套上熱縮管 但是最近竟然讓我找到一件事 一次過可以滿足兩個願望 就是這款新式的熱縮管 由於它中間已經有一點石 所以只要你準備一把勁的熱風窗 就可以將寒石和熱縮兩個過程一次過做完 熱風窗當然和一般的風筒不同 它有很多配件 例如今次我們會選用一個窄的出風口 只需要將溫度調校到大約350度 就可以溶到石 兼且可以將膠管熱縮 而且熱風窗還有很多其他用途 例如加熱把殘餘的熱溶膠除去 所以家裡準備一枝也不錯 我們正常地剪電線和開線皮 先將熱縮管套入其中一條電線裡 將兩條電線的銅線部分互相糾纏起來 之後再將摺點的部分 移回到熱縮管裡 令到摺點和漢石的部分相對 接著就可以使用熱風窗來吹風 當你一邊的雲蟲掃風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中間的石一邊融化 一邊就滲入摺點裡面 而兩邊的膠管也要漸漸收縮 去找電線的外皮 這個過程做得好 連接的強度應該很高 甚至還可以防水 而電磁鐵的電線延長了 就可以收緊到驅動板的輸出口 驅動板也是受Arduino所控制的 於是乎當你接好所有線之後 當Arduino的腳位出現一個五窩的訊號 經過驅動板之後 就會放大成為12W 有足夠的電壓去推動電磁鐵 接著準備一部電腦 將電腦的USB連去Arduino 隨便開啟一個可以播放MIDI音樂的Sequencer 認識MIDI的朋友 應該知道敲擊樂 應該選用MIDI的Channel 10 第10個頻道 而MIDI的Output Port方面 當然是要選擇現在我們用的那塊Arduino 跟正常ProgramMIDI音樂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可以用Step Right的方法 逐個逐個音符放上去 Program好之後 就可以叫電子鼓試試演奏了 好玩 但現在打的16bit pattern 只用了Hi-Hat 小鼓 和低音鼓 其他的中鼓和插槽都沒有用過 讓我ProgramMIDI音樂出來玩一下 基本上這裏已經是3個中鼓 和插槽都用過了 自己進入的就不能進入那麼多 試試下下下載一些檔案 進去玩一下 下載了檔案 這裏是8bit的快腦 OK 我玩了 16bit 很厲害 很厲害 說到這個用電腦來控制MIDI DRUM的項目 大大話話都玩了大半年 深水清的朋友看到 節目開頭時我是穿長袖衫 現在已經是穿短袖衫 即是從2019年到2020年 甚至橫跨疫情 卡路斯從來未試過Project 是要做這麼久的 況且這個比較在卡路斯以前做的MIDI Project 根本就不算複雜 因為在疫情期間 有些電磁鐵也買不到 Drum Pad 也曾經壞過 再加上Control Port 當初不夠力控制電磁鐵 又要換個快 直到最後 接駁電線 找不到適當的接線柱 最後找到這種這麼好用的熱索管 才能夠將Project圓滿結束 人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大家喜歡的影片 卡路斯希望 將來有機會 用電腦控制多種不同的樂器 我的理想組成一對MIDI大樂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下底下 加like和朋友